有点用不信欢,我是欢歌 话说这只狗子比印钞机还强 用一张破纸抢走银行十万美刀 假装卖萌抢劫运钞车 叼走一大袋子美刀 而狗子的主人更不得了 正是去国外讨生活的武林高手 玄民二老 这天狗子带着炸弹 来到银行经理面前 递给经理一张明信片 上面写着不给美刀就轰飞银行 经理瞬间吓哭 在狗子口袋里装满美刀 狗子仨子跑出银行 坐上玄民二老的一百手破面包 提醒玄民二老美刀里有跟踪器 玄民二老扔掉追踪器 躲进破旧仓库开始输美刀 狗子却突然对着门口大吼大叫 提醒玄民二老赶快逃跑 玄民二老却听不懂让狗子住嘴 这是一个警察拿枪出现 玄民二老假装投降 掀翻桌子震飞警察 拿起美刀杀腿就跑 警察抬枪要攻击 狗子扑上去摁住手枪 让玄民二老完美脱身 而狗子却被关进笼子逮捕 三天后 狗子被送到流浪狗救助中心 恰好遇到了小明 小明一看狗子眼神中充满智慧 对狗子爱不释手 当即收养狗子 回到家 小明抱着狗子睡 陪狗子玩玩具 甚至要给狗子找女朋友 狗子十分感动 认为小明是个好人 但狗子发现 小明的生活很不幸福 父亲得病去世 治疗费花光了所有积蓄 母亲又丢了工作 欠银行一大笔贷款 狗子瞬间来了精神 决定搞钱 帮小明解决生活困境 深夜十二点 狗子趁小明睡觉 悄悄跑出家门 来到一家豪华酒店 用充满智慧的双眼 锁定最贵的名牌包 坐到名牌包主人面前 用一张帅上天的狗脸 获得对方信任 趁对方不注意 从包里叼走一百美刀 但这一百美刀太少 狗子决定投资 他把一百美刀扔到乞丐盆里 蹲在地上 开始算利息 一秒一块 三秒八块 三十秒后 狗子叼走乞丐的盆 乞丐当场破产 还欠狗子八万美刀 更淘气的是 狗子在宠物医院做检查时 顺走了医生的钱包 第二天 狗子陪小明六弯 三个小淘气出现 要欺负小明 狗子根本不慌 打开小淘气书包 顺走小淘气零花钱 翘起腿在书包上 来了一抛三十六度半 回到家 狗子把零花钱都给了小明 小明拿着零花钱有些发懵 心想这辈子 竟然给狗子要零花钱花 而狗子认为 只给零花钱还不够 小明一个人太孤独 必须给小明找个妹子玩耍 于是在溜弯时 狗子故意拐了个弯 让小明和邻居妹子 小萌见了面 狗子用帅气无比的狗脸 吸引住小萌的狗子 小明则和小萌成了好朋友 看来单身狗们 都应该养着狗子 万一狗子给你解决了单身问题 也省了相亲的麻烦 狗子帮小明找到快乐后 又开始发愁 毕竟小明的母亲欠了一屁股债 必须弄一大笔钱 帮小明母亲还债 才能让小明更快乐 最终狗子把目标盯上了运钞车 这只狗子要抢运钞车 他来到运钞员面前 假装可怜迷惑运钞员 趁运钞员拿钞票 狗子瞬间躲进车底 在运钞员装车时 悄悄靠近前袋 叼起一袋美刀 撒子跑进树林 用大树遮挡运钞员视线 穿过树林来到路边 在一棵大树下 撕开袋子 倒出美刀 狗子把主人小明带到树下 小明看着一地美刀 十分震惊 把美刀装进背包 回到家 小明就看到了运钞车 被抢的新闻 运钞员告诉警察 一只狗子抢了运钞车 而警察还真信了 因为狗子之前 抢了不少银行 此时小明才知道 自己收养的狗子 竟然是银行劫匪 这让小明十分兴奋 心想自己上辈子 肯定干掉了灭吧 这才遇到了狗子 而为了保护狗子 小明向母亲 隐瞒了钱的事情 甚至故意关闭电视 阻止母亲看新闻 狗子也闲着没事 让小明找邻居妹子 小萌出去玩 小明扛着十几万美刀 那是十分土豪 给小萌买了最大号帮忙汤 还给路边所有妹子 买了礼物 小明瞬间成了妹子们 心中的中央空调 对小明各种夸奖 小明被夸得有些飘 让妹子们随便挑选玩具 由他买单 妹子们一口气 搬空玩具店 小明抬手扔出一万美刀 父亲所有账单 对小萌一阵吹牛 说父亲留给了他一笔遗产 不料小萌最讨厌富二代 把小明扔在原地走的人 小明刚想去追小萌 玄冥二老出现拦住他 打算抢走狗子 幸亏一个大妈出现 吓跑了玄冥二老 大妈看狗子长得帅 蹲下身对狗子一阵夸奖 狗子用帅气狗脸 对大妈一阵忽悠 不料运钞员也在逛街 恰好看到了狗子 说狗子抢了运钞车 大妈和保安嘲笑运钞员 说狗子不可能抢运钞车 结果大妈一低头 发现狗子顺走了珍珠项链 这下大妈可炸了锅 和保安一起追狗子 其他妹子也不知道啥情况 跟在保安身后凑热闹 一群人跟在狗子身后 让狗子停下来 狗子却不搭理他们 穿过大厅 跑上大路 路过乞丐身边 躲进自拍小屋 等保安等人路过后 狗子穿过儿童游乐园 在花坛上和保安等人捉迷藏 趁机再次跑回大厅 坐上小火车 甩开保安等人 最终狗子回到小明家里 被一群人堵在房子里 警察也接到报案 赶到现场 把小明和狗子带进警局 局长一看 又是这个狗子犯案 摁着桌子猛砸 心中十分生气 在审讯时 局长告诉小明 狗子是个惯犯 要被送到宠物医院处理中心 进行无害化处理 小明一听很伤心 交出包里所有钱 希望能减轻狗子的罪行 但局长怕狗子继续作案 仍旧坚持销毁狗子 小明只能眼睁睁 看着狗子被关进铁笼带走 回到家后 小明躲在房子里 那谁也不想见 只想静静 母亲的新男友走进房间 对他一阵安慰劝说 他瞬间来了精神 决定独自一人去救狗子 晚上小明假装睡着 护佑母亲在背包里 装满换洗衣服 爬出窗户 骑着自行车来到宠物收容所 趁看管员打电话 悄悄爬进收容所 带着狗子悄无声息跑出门 不料刚出门 玄冰二老出现 把他和狗子塞上了车 破厂房里 玄冰老大让玄冰老二看管小明 自己带着狗子去抢银行 而狗子在走之前 眼神复杂 看了小明一眼 玄冰老大假装忙人 带着狗子来到银行门口 在保安带领下 来到银行经理面前 他趁保安不注意 瞬间抢走保安手枪 瞄准银行经理 解开衣服 露出腰子上的炸弹 旁边三个大妈 差点下出心脏病 他让银行经理 带着狗子进入金库 经理拿出钱袋 开始给狗子装钱 狗子眼神中充满智慧 看向了别的地方 等狗子带着钱袋出来 玄冰老大立刻带着狗子撤退 而在破厂房里 小明正和玄冰老二斗知斗用 小明拿出最心爱的玩具 送给玄冰老二 玄冰老二很激动 把枪放在桌子上 拿着玩具一阵摩擦 小明趁机拿起手枪 瞄准玄冰老二 玄冰老二只能举手投降 不停忽悠小明 让小明不要紧张 闪现偷袭 抢走手枪 瞄准小明 眼看小明就要嗝屁 狗子赶来 扑倒玄冰老二 玄冰老二一枪打伤狗子 玄冰老大让小明 帮狗子按住伤口 拿着钱和玄冰老二逃了跑 这时警察赶来 和小明一起 把狗子送进了医院 另一边 玄冰二老拿着钱袋 十分嘚瑟 说这些钱够花一辈子 不料打开钱袋后 里面全是便签子 根本没有一毛钱 更可怕的是 里面还有一个跟踪器 原来狗子不想帮 玄冰二老抢银行 只会银行经理 把便签塞进钱袋 此时警察追上来 逮捕了玄冰二老 两人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武功盖世 却被狗子送进了监狱 三个月后 狗子完美康复 由于狗子逮捕了 玄冰二老有功 局长赦免了狗子 并给狗子和小明 开了一个表彰会 奖励小明一万美刀 而小明格局很大 把美刀捐给了 宠物救助中心 半年后 狗子和小萌的狗子 谈恋爱 剩了一窝小狗子 小明和小萌寻找收养人 并对收养人 做了问卷调查 确保对方 能让狗子生活幸福 一个美女抱起一只小狗子 小狗子用帅气狗脸 迷惑美女 顺走了美女的钻石戒指 看来小狗子 遗传了狗子的强大基因 估计以后 小镇上的运钞车 会经常被抢 就这样神级狗子 遇到小明后 彻底金盆洗爪 不再做抢银行的勾当 成了一只有狗得的狗子 从此狗子和小萌的狗子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圈局中 挑选狗子 一定要找眼中 充满智慧的狗子 比如二哈 只要养了二哈 家里最低 三天换一次家具 十天换一栋房子 最厉害的是 甚至可以让主人提前投胎 这部电影里的狗子 绝对是二哈的死对头 不仅不给主人找麻烦 还会给主人赚钱 更可怕的是 这只狗子会投资 一百美刀 十秒就能翻倍 肯定比二哈要强一百倍 另外 如果你有一只这样的狗子 你会咋办呢 在评论区告诉荒哥你的想法 要是荒哥的话 就让他去偷粉丝们的私房钱 估计荒哥晚上能吃一顿大餐 好了 今天电影的又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后 我们下期再见